大家好 我是大东北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吉林省的榆树市 我查了一下 榆树市大多都是我们东北菜 我经过多方打听说有一家板面在榆树非常火 也有好几十年了 咱们进去看看吧 这是小碗的7块钱一碗 这个菜多少钱 10块钱 这个呢 这干豆丝呢 一个蛋 一个辣椒 我们东北的小猫葱是这个活血 来吧 造一块 这面呢 筋的 微辣 汤料味很重 汤料味 小菜吃的一般 都冰牙这个 面还可以 我刚才问我鱼树的哥们 他说他从小他爸就领他带 带他上这家来吃满面了 一直这么多年 他家这也是老五号的 应该是老馅的 一会儿饿了多少年了 一会儿饿了多少年了 他说你家多少年了 现在有一个汤料了 你要是这样开门一下 你家有一个汤料一盏 你家有一个汤料一盏 1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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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汤味都淹入味 最好 大家现在就是西无道 把这个道整个拦死了 所以说他现在已经过点了 现在一点了 要是中午啊 每天都爆满 现在西无道嘛 车子开不进来 所以所以说啊 影响他家生意了 吃完了 吃完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有点太水了 他家这个实际情况啊 跟我想象当中的差距挺大的 他家无论是卖相 还是口感 再一个克流量 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有可能他是修到啊 克流量少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火 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吃 不知道啊 他为什么在这个城市火了这么多年 有可能这个城市板面非常少的原因呢 可能是走吧 咱们寻找咱们自己的美食 走吧